在最新的绝世堂门里 霍宇浩成功地吸收了冰地 值得注意的是 冰地在与霍宇浩融合的过程中 突破了40万年修为的大关 原本冰地只是39万年接近40万的修为 如今冰地成为霍宇浩的魂环后 突破到了40万年了 这让小小年纪的霍宇浩一下子 就拥有了8个魂技 因为冰地与霍宇浩融合后 给了霍宇浩4个魂技 两个魂环技能 两个魂骨技能 在吸收完冰地后 霍宇浩就遇到一只千年冰残 在天梦哥的推荐下 这只千年魂兽 成为了霍宇浩灵魔武魂的第二魂环 霍宇浩也顺利地突破到了20级 此时20级的霍宇浩拥有了9个魂技 很多魂师到达封号斗罗 才能拥有9个魂技 而霍宇浩20级就拥有了如此多的魂技 这才是真正的卦王 三哥都自愧不如了 与此同时 霍宇浩因为吸收冰地花费很多时间 导致霍宇浩错过了开学时间 霍宇浩骗了所有人 自己独自去猎杀魂兽了 王东是最了解霍宇浩的 霍宇浩没有攻击手段 根本无法自己猎杀魂兽 王东生怕霍宇浩成为了哪只魂兽的粪便 一整晚都在担心霍宇浩 结果第二天早上霍宇浩一脚 踹开了宿舍的大门 王东看到霍宇浩平安归来 先是狠狠地给了霍宇浩一拳 发泄着他压抑了一整晚的情绪 发泄完后又流出了开心的眼泪 种种矛盾的心理 让此时的王东哭得像个小女生 霍宇浩知道是自己不对骗了王东 也没敢还手 等王东平静下来后 霍宇浩带着王东一起来到了 周一班主任的办公室里 霍宇浩开口就来了一句五魂破碎 惊呆了众人 然后开始解释起了自己独自去猎杀魂兽的原因 先天魂力低的情况下强行修炼 会导致五魂破碎 霍宇浩就是这种情况 霍宇浩独自出去是打算自生自灭的 当然这些都是骗众人的 因为天梦哥的秘密不能让众人知道 打算自生自灭的霍宇浩 捡了一个极致五魂和一个四十万年的魂环 原本众人都是不幸的 但看到霍宇浩开启他的第二五魂之后 也不得不幸的 事实就摆在眼前了 再加上学院有关兵陛系的资料很少 只能当成是一个奇迹 原本霍宇浩迟到是要被开除了 但樊宇用魂倒戏核心弟子的身份保住了霍宇浩 说霍宇浩是外出执行任务了